嗨,大家好,我是日日 今天我打算做一期关于我外景拍摄的时候会带的一些东西的视频 那首先我来讲一下我的情况吧 我平时拍照呢是会跑到杭州或者上海去拍的 因为我的绑定摄影它是住在杭州的 那么我平时去杭州的话呢 我比较习惯于带一个双肩包 大概那么大 那今天我就来给大家一一展示我的双肩包里面放了哪些东西 这个就是我双肩包里面的样子 是这样的 先讲妆造方面的东西吧 首先呢我会带一个这样的化妆包 这个化妆包里面是挑选出来的比较常用的一些化妆品 我尽量带的是比较轻便的一些产品 刷子也是挑了常用的几把刷子放在里面 那么首先我想安利大家的一样东西呢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我在名创优品买的独立包装的这个小棉签 这样的小棉签它就很方便携带 而且又很卫生很干净还不容易弄丢 然后第二件我想安利给大家的是这个 这个隐形眼镜盒我个人觉得呢是比有带盒子的那个隐形眼镜盒要方便的 而且它很不占空间 然后需要取出镜片的时候 只需要把这个盖子拧开 它的盖子上面自带一个像小叉子一样的东西 直接把镜片拔出来就可以了 然后就可以放在手上面带 这两件是我在化妆方面比较喜欢用的小东西 然后化妆包呢也是不是特别的大 只有那么大 放在包里面也不是特别的占地方 然后是这个 这个是我用来放做发型用的东西的一个小袋子 这个小袋子里我把U型夹、一字夹还有这个小皮筋 都是分成一个一个小袋子来装的 然后这个是固定头发的发蜡 然后发包呢我会选择我比较常用的 并且它的可塑性很强的几个发包来携带 那我就跟大家讲一下我比较爱用的几个发包好了 首先呢是这个发字包 你们在我的视频里也一定经常看到 就是它的出现率很高 然后是这个 牛角包 这个牛角包也是特别特别常用的一个 然后是一个零蛇剂 零蛇剂也是很方便的 就是作为一个做造型用的发包 它特别常用 而且很 就用起来很简单 然后是这个花纤谷发包 这个也很常用 就是在你放了发包之后 想挂哪里就挂哪里 就可以显得发型特别的精致 然后是这个曲曲发 因为我是短头发 所以说我比较喜欢用这个曲曲发的发片 收纳的话呢 我就拿了一个比较大的塑料袋 然后把它们都包起来 然后是第三个我想安利大家的东西 就是一个飞机盒 这个飞机盒呢 它大小就是这么大 这个飞机盒我比较爱用它来放一些发饰 因为我的发饰大多是一些黄铜的 然后比较立体的一些发官之类的东西 然后用飞机盒的话呢 就可以保护它 免得它直接放在包里面被压坏 然后这个飞机盒它是非常抗压的 这个呢是第四件我想安利大家的小东西 这个是尼亚斯的仙人掌喷雾 好多人都知道嘛 我之前去青海旅拍了一段时间 然后旅拍回来之后 整个人都晒黑了很多 那段时间的视频就好多人都在刷 哇 日日你怎么黑成这样的 你是去挖霉了吗 然后这个东西就是我个人 我作为晒后补救的一样产品 它的官方简介呢 其实是尼亚斯仙人掌隔离防部喷雾 它是作为隔离保湿用的 是在妆前使用的 不过我是觉得它的体量效果特别好 所以我直接拿它作为晒后补救的一个喷雾来使用了 特别是在我晒黑之后又不想辛苦的披涂的话 就会用这个喷雾 然后它只要 嗯 直接喷在手臂上面 然后抹开 给大家看一下 上面这个就是喷过的效果 下面这个是没有喷的效果 它有一定的提亮效果 就是比我原来的肤色要白一些 我另外比较喜欢它的一个点呢就是它是防水的 那夏天我们去海边拍照或者是下雨天会淋到雨 这个就完全不需要担心了 它你喷上水之后 这样搓是不会掉色的 而且因为它是一个喷雾型的嘛 作为上班族学生党如果出门比较急没有办法 嗯 花很长时间去化妆的话 它作为一个提亮肤色的喷雾直接喷一下脸喷一下脖子搓开 也可以作为一个素颜色的喷雾 然后它这个瓶子也是比较小的一瓶 比较适合放在书包里面带出去的 不过要补充的一点是 它因为是这种 这种瓶身的喷雾嘛 这种瓶身的喷雾它是不可以带上 嗯 那个高铁和地铁的 所以说如果我是去比较远的地方旅拍的话 我喜欢 我喜欢把它喷到这个分装瓶里面 然后再带出去 这个喷雾就是直接喷在手上效果是一样的 然后讲完妆造这一块呢 我们来介绍一下洗漱的这一块 这个呢是我放洗漱产品的这个小袋子 然后首先是卸妆 卸妆这个是我第五个案例给大家的一个小方法 我就是我是比较喜欢用这种瓶装的卸妆油 然后这种卸妆油要放进包里面 然后还要带这个化妆棉我觉得它是很不方便的 所以我会事先把这个卸妆油挤在化妆棉上面 然后准备一个小袋子把它包起来 然后再把它收起来 这样就很节省空间又很方便了 直接取出来就可以用 然后这个是一个 这个也是我在明方优品买的一个戴头套的小牙刷 会把它跟这些干气包的东西放在一起会比较干净 然后这个也是我在明方优品买的一个小方巾 我是不喜欢用大毛巾的那种人 所以我会准备一个这种小方巾 它出门鞋带也比较方便嘛 要把它收纳起来也很不占地方 这个袋子呢就是我用来放这个洗面奶 然后精油的一个袋子 也是很迷你的一个小袋子 放在包里面完全不占空间 最后我要安理大家的一个东西 就是一个当当 一个那么小的小甲板 这个甲板也是我旅游的时候会经常带的 我已经带着它去过北京去过青海去过各种地方来 这个小东西它大小只有跟我的脸对比一下 它只有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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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大 然后放在包里也是完全的不占空间 而且我是短头发在出去旅行的时候 有时候洗完头呀或者是睡觉姿势比较差呀 就容易翘起来嘛 然后就非常需要用到甲板 这个大小的甲板呢就刚好放进书包里不占的地方 其他的呢我会带这种小夹子做妆造 还有洗脸的时候都非常的方便用 一个小镜子只有那么大 放进包里也不占地方 然后这个是一个湿巾 还有这个纸巾 和创可贴 也是我出门都会带的 然后是一个特别特别小的伞 那么今天这个我来分享的我旅拍的时候包里会放的什么东西的这个视频就是这样啦 那这些就是我全部的旅拍的时候会用到的一些东西 那么在视频的最后呢我将会在微博里面抽一位幸运儿送一瓶我在用的这个尼亚斯的喷雾 那我们好 感谢观看